希望藉由拍婚紗的機會讓大家關注垃圾量爆量的問題 現場也是味道蠻濃厚的 其實台灣很多縣市都有這樣子垃圾山垃圾爆量的問題 的確就是台灣我們的垃圾量也是逐年在成長 所以就是希望藉由拍婚紗的機會讓大家關注垃圾量爆量的問題 因為婚禮也想要環保就無塑膠的婚禮 就是不讓親友去使用一些塑膠袋 也就是我們希望親友是可以自備餐盒來包外帶帶走 或者是來包喜餅 我想說怎麼那麼特別會想到垃圾堆來這邊拍婚紗照 所以我才把他潑往上去想尋求大家的意見說 這對年輕人的想法他的出發點是什麼 現在大概土地人的回應有800多人 最後我找到他本人的朋友回應說 他是為了來這邊就是也是提醒一下這個垃圾爆量的問題 放鬆